去影樓不一定只是拍畢業相和家庭相 近年還好流行影龜麥寫真 連一班大台的前女主播和女藝人都有拍過 Regina和Wing Yu就是相識了超過十年的好姊妹 今次都要去湊熱樓拍一輯 留回青春的回憶 我們平時隨便 自己舉高護電話就拍 因為是青春我們沒試過這一系列專業的照片 我們一如來試試吧 約九點 最後溫於九點半才出現 跑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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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喂 等等 看看左邊 Regina下來了 拍照之前他們都很緊張 不停在地鐵不停互相撿 我的頭髮有沒有弄好呢 你有沒有帶節目夾拍 有 有 我忘了帶 你真的貼得不好 對 一邊闊了一邊瘋了 有沒有那些黑色的 鞋油的 你看看好像是漂亮 是平衡的 他那時候不是平衡的 會不會入我笑啊 收聲啦 是平衡的 與四個人的 不過是平衡的 還有一點 如果是平衡的 時間快要再犯了 片尾 除了 我 有 做製 充塞 一邊 一邊 很多 都是紓塞 好 多 所以 手提電話 很多人都會自拍 或者去其他地方拍照 但他們會多了一個要求 想找一些比較專業的人 去拍得更漂亮 人家的光組有多漂亮也沒用 你的樣子很壞 很害怕 原來有的可以像食米線一樣選擇 大腦小腦 手提醒 手提醒 我當然要警秀 我要麵 一定選擇麵 麵我要美肌 我也好玩 趁著年輕 這是留電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